這兩個男人去到澳洲墨爾本對開的 菲利浦港灣潛水 不過他們似乎不太守潛水活動的規則 隨意在海底捕捉野生海膽 破壞海洋生態 但是事實上他們是好心做好事 只是為保護當地海洋生態出一分力 過去幾十年 大量污水排放到菲利浦港灣 有助海藻生長 也都間接令以海藻為食物的海膽大量繁殖 不過近年當局收緊排污限制 加上連年漢災 菲利浦港灣的海藻數量銳減 野生海膽開始轉移到港灣外面的海域 尋找食物 科學家擔心大量海藻消失 可能會影響當地的海洋生態 為了舒緩這場生態危機 科學家呼籲潛水愛好者 在菲利浦港灣潛水的時候 順手捕捉一些海膽 為保護生態平衡出一分力之餘 也都可以免費品嘗美食 不過當地人對這個建議反應冷淡 海膽在東亞多國 被不少人視為佳咬 但是在澳洲人眼中就是另一回事 不過在澳洲環保飲食有一定的市場 如果加強宣傳 被更加多人知道有關計劃有助平衡海洋生態 相信不少人都樂意出一分力 將更加多的海膽吃掉 好 好的 好